军事部分我稍后请教一下张将军 我先请一下介大使谈 你觉得这个整合 讲这个隔魁同意权这个事情 是不是显示在野整合 更往前踏了一步 那这个部分谈不谈得成呢 说实话谈不成的话怎么样 就是赖清德躺着选嘛 就是这样啊 目前在野来说 不管是三组也好 不管是两组也好 结果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差别 一组都不见得会赢嘛 所以你怎么看待在野整合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我的直觉啦 因为他整个谈话背景 我还要再了解 直觉我认为就是说 他希望主张一个实权的行政院长 因为现在的行政院长 基本上是等于说是总统任命的 回之则来 招自己来回之即去 他没有任何的民意基础 跟他的所谓权力来源 就是好像首长制 总统是他的老板 叫他做就做 跟你如果经过这个立法院 就是说同意权 行使同意权的话 那这个行政院长就是有实质的 这个政治民意基础 在民主时代的话 被同意的一个政治人物的话 他事实上他就是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学历来讲的话 那你如果说是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或者另外一种方式来同意他的位置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实权的行政院长 而不是一个虚伪的行政院长 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现在行政院长姓陈还是姓张还是姓李 你记得有这个行政院长吗 你说的真实 我都忘记是谁在做行政院长 而且你看那个行政院长 基本上就是说 总统什么叫他上任他就上任 叫他走人他就走人了 所以行政院长等于就是什么 等于就是小弟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体制 我们现在叫纯总统制 本来有人叫双首长制 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的政治实践里面 我们是一个总统制 那行政院长都是就是打公仔 那可是我觉得为什么柯P会提这个 我的联想就变成就是说 他希望如果说将来联合政府的话 如果他不做总统他要有一个实权的位置 他的位置是要得告社会同意的 那这个有民意做基础 然后呢要各个政党替他背书以后 那他就不是一个虚位的总统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谈到将来 两个最重要的位置 一个总统一个行政院之间的权力是怎么样 第一个权力来源是各个 等于说各有自己的怎么样 自己的民意基础 这样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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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所以可以跟总统分庭抗礼 可以坚持他自己的理想跟政策 他施政的时候 也人家也把他当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他突然要替行政院长 所谓的现流一个叫负权 现在叫负权empower 那他为什么要负权给行政院长 我觉得苏刊玩味 是不是呢他已经决定了 我将来可以可能 我不要做我也不要做负 因为负是完全没有用的 任何一个机关副首长 真的跟那他今天要一个院长 一个机关整个行政机构的头的话 那他不要现在这种行政院长 他要一个有实权的行政院长 所以他也看出来 因为他以前也讲过这个 国民党还是一个很有实力的 因为如果说将来的选举的话 国民党在立法院过了半数 然后呢他的民众党也有一定的 也有一定的这个 也有一定的这个席次的话 这两个党就可以决定 行政院长是谁决定 不过这个过程会让未来的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行政院长就是一个实权行政院长 而不是一个怎么样 而不是一个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橡皮图章 像现在的橡皮图章 我真的说不但没有建树 大家连他知道他是谁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愿意 我真的要想了好久才知道 我们现在行政院长叫什么 姓谁名杀 那提到这个 这个就讲到那个台积电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的 什么讲呢 权益保障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 劳工运动下来的 我们在台湾工作常常怎么样 我们常常只要是碰到老板 我们不敢主张我们的权利 可是你在美国的工作职场是这样 老板要很小心 你不要对那个 你对你的属下 做了违反劳机法的要求以后 你这个属下可以一状告的你 叫你赔不了赔不完 所以他不但 他可以去法院告你 他可以透过工会 警告你这个老板 所以要不然你就不要跟他签约 你签约下去 你就要百分之百叫 哪有随便可以加班的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文化里面 哇有时候老板明明下班以后呢 他还觉得你怎么准时下班 还不太高兴 很多我们这些小小小萝卜头 以前我们做小萝卜头 那长官没走 我们都不敢走了 可是已经过我们下班时间了 对这是台湾的精神 所以我说台信电他能够有今天 除了跟台湾人聪明的脑袋 努力勤奋之外 就是跟这种精神有关嘛 就是我事情一定要做完 我要有责任心 对不对 包括现在大家有网 可能下班都还在工作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看得懂 就是我们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但是赖清德 他不管是国政愿景 讲的话 就是好像跟做的事情 完全相反 对不对 这个打造安全坚韧的全球攻略链 大家看到台阶界到美国 我觉得这些各国的文化 我们当然都尊重都理解这个法规也应该要搞清楚 不要这个物彩红蛆 但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心疼 我们台信电就是用台语讲 好久不久 就在台湾是个宝贝啊 出去好像变成个垃圾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那问题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叫三星去呢 他照三星韩国人会抵抗 韩国政府也不同意啊 只有碰到蔡英文这个政府的话 就是软软软软嘛 就好吃啊 美国就是这样好吃啊 就把台积舰硬抢去 你又能怎么办呢 那另外一方面 我看到每次看到赖清德讲这些啊 什么台湾安全啊 什么捍卫台湾台湾地 我就想起一个 我小时候常听的一个故事 叫周楚除山害 周楚除漢 周楚是地方的恶霸 他是大家村民讨厌 这是最怕的一个害 一个一个迫害 可是他有一天 他突然良心发现 我要做好事 然后就问老百姓说 村民说 你们这个村子里有什么问题 我帮你解决 然后他说 第一个害或者 他说南山猛虎 他说没问题 我把猛虎去抓下来杀掉了 然后第二害是什么 第二害就是北海蛟龙 潜水把他蛟龙散 然后第三害是什么 老百姓都不敢讲 后来呢 他说人不讲 小时候修理你哦 然后老百姓说 对不起第三害就是你 就是你周楚 所以周楚要替大家除害 后来发觉 他是最大的祸害 那我今天讲 这个赖清德就是周楚 赖楚 那他要替台湾 台湾安全 他当总统 台湾就不安全了 他不选总统 台湾安全的很 对不对 他要台海稳定 他不要 他他当选 台湾就不稳定 所以票投赖清德 台湾变战场 这个不是票投民进党 是票投赖 因为为什么 他就是个实应台独啊 不可悔改 而且说实话 他讲的那个国阵善 还有亚太 印太和平 拜托啊 对啊 他以为他是什么 他太太上天 他是天王老子啊 就是啊 美国 美国会听他 印太和不和平 他管不了的啊 他在那边把自己想的太伟大 所以这种完全是活在自己想象里面 对 然后蔡英文的四大坚持 谁都知道他跟蔡英文最不好 对 所以这些都是 人在屋檐下啊 当然这个赖清德过去当这个副手 介大使讲对 副的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他过去当了几年副手 也确实够憋的啊 那现在当然他的这个主舞台 无论如何啦 他的民调此刻还是遥遥领先 当然克文哲的部分啊 他丢出格魁同意权 但他当然没有把这个事情 跟他自己划上等号 并没有说我自己 我未来可能要当行政院长 或什么之类的 但无论如何 因为谈在业整合过去都谈的 了不起就谈正啊负啊的问题 就卡在那里 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一步 这个算是往前走了一步 从正负的问题 到格魁同意权的问题 虽然没有讲没有指明 也不可能指明啦 说谁要去当正的当负的 然后什么格魁同意权什么 没有这样讲啊 但好歹拿出来谈 就是往前跨了一大步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业整合 克文哲的部分 一开始积极起来了哦 对不对啊 他以前好像也是 原步不动都在观望嘛 那现在这个侯友余 接下来要去访美 预料他的民调 在访美之后呢 应该会拉一波 拉多少不知道 但克文哲显然了解到 政治现实 他是急诊科医师 最了解啊 先把命救活再说 先选上再说 对不对 全力先拿到再说 所以你看到 这个部分我觉得 如果说在业整合 国民党跟民众党来讲 他的步伐是比 国民党感觉上 要来得积极一点 至少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听到主帅 旁边人讲都不算 主帅讲的最具体的一个 格魁同意权 让很多期待在业整合的人 眼睛一亮 不过亮完之后 可能就有点暗淡 能不能成不知道 昨天韩冰是很悲观 好 问一下张将军 就是关于这个安全的问题 赖清德要抛出什么国政三院警 我就说他怎么讲的话 都在打脸他自己 对不对 刚刚介大使讲 你还管到人家印太去 台海安全台海稳定 都不见得搞得定 你怎么看待 像这个接下来的一连串的 这个军事演习 包括这一场 对 他这年度的演习 因为他每一年这些武器 火炮 火箭炮 他都要出去做验证 那这验证的时候 他就要公布这些时间跟范围 那这个演习区一划设 这15个点 反正这全部是禁航区 包含海上 包含空中的活动 以免到时候被这些火力击中 他已经宣告了 这地方就是禁航区 那这从6号到10号 这一共是6天的这个军演 是火力演习 海空火力 那它的重点是在 这个我们讲的火箭炮 因为我们看乌克兰 这火箭炮还蛮管用的 那火箭炮 它都对海射击 它对海射击 就把这个演习去划射出来 PHL洞三也好 或卫士系列的这种火箭炮 它这时候刚好用 但是PHL要求 要比较长城的 或者是卫士2D 或者是卫士士型的这种火箭炮 可能不会 因为它远去范围 距离海岸的重深是125公里 那它射程 这个我们讲到的这种 卫士2D以上 都是超过200公里的 那它就不要用了 当然也可以做一个短程的射程 我不要 我可以打得远就可以打得近 没有错 但是一般来讲 它不要那么浪费 我只要做短程 短程的可以做验证 我长程的就没有问题 你看它的地理地方 大概就在台州列岛 扶摇岛 还有我们要上大城下大城 还有一江山那个区域 浙东 它最南单距离台湾250公里 算蛮近的了 蛮近的 因为现在武器的 我们这个近不近了 是看武器装备的性能 现在性能 我们知道这个毛都变很长了 毛变很长了 感觉到空间的距离感被压缩 感觉到是很近 就在台湾的北部 你看这个现在的季节 我们知道九月十月 这整个的周边的这个黄海 东海甚至南海都算是 只要没有台风天 都算是风平浪街 没有东北季风 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演习的季节 要选这个时候 然后就距离台湾近 然后海空 最重要我们不要忘了 它画在这15点里面 还包括无人机 那无人机也起飞 无人机可能起飞 做目标的标定 目标的侦查 火力的定位 因为他这个演习 就是强调火力的 海军 这用海军的火力 这是用陆军的火力 这是用空中的火力 海空火力这样的火力分配 对 当然演习就会秀肌肉 二方面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 一个这个编队等等的 各式各样的一个训练等等 不过我们看到在这个 还是前提是 假设我们看到这个 明年赖金德选上的话 两岸情势急剧升高 当然不只是台湾在做准 大陆也在做准备 然后已经预告了以后 对付台独可能 还需要预告吗 不需要告诉你 可能因为这 中国大陆领土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领土 我还怎么演习就怎么演习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快点购下单 快点购下单